大家好,我是Mr.Matt 感谢您观看Phantom 4系列教学视频 Phantom 4使用全新机器视觉技术 不仅能在飞行中自动躲避障碍 还能实现指点飞行功能 不需要使用摇杆 只要点击屏幕 飞行器就能飞出高难度航线 这种以图像为核心的操控方式 大幅简化了航拍 即使初学者 也能拍摄出流畅的视频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 在指点飞行设定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事项 1.指点飞行 一般都是室外空旷的场地上进行 2.行物指示飞行器飞向人 动物,避免发生意外 另外,飞机的超声波 可能会令一些动物感到不安 请尽量远离动物 3.用户在屏幕上 可以选的指点飞行范围是有限的 在靠近操作界面的上部或下部边缘区域 2.树与树之间的空隙 可能会存在比较稀疏的枝雅 飞行器也可能无法识别 需要用户自己多观察飞机所在位置 3.障碍物为大面积纯色物体或透明物体 如白墙、玻璃或水面等 所以小伙伴们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4.环境光照太暗 比如说黄昏时分 光线越来越暗的情况下 有可能起飞时避障有效 飞行途中由于光照越来越暗 导致避障失效的情况 5.标定参数有偏差 前世感知摄像头有灰尘 App提示之后依然没有重新标定或者清理 继续飞行 6.避免在复杂环境中使用直点飞行 如在楼宇街区间使用直点飞行 容易由于建筑物遮挡 造成涂船失联或GPS丢星 祝大家的飞行之旅安全愉快 感谢您的收看